政府呼吁年长者尽快接种疫苗 住在乌民岛的居民也在国家公园局的安排下 在家中注射了第二剂疫苗 当局表示30名村民中有9成已经完成了接种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75岁的刘洪烈在乌民岛经营杂货店 她的妻子3月已经到本岛接种疫苗 但她因为行动不便无法随行 她于是向进行例行探访的公园局社区联系小组 表示有意接种疫苗 同样在岛上接种的还有陈龙如 她因一场意外失去右脚 所以我们的社区小组就联系 卫生部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医疗团队带到乌民岛上 为我们的这些行动不便的村民接种疫苗 至于那剩下的10%的村民还在考虑当中 乌民岛离新加坡有个距离 所以我们来之前需要略计一下那个地方 看一下那个居民住的地方离那个码头有多远 我们也是有考量到如果在这边有疫苗的不良反应 要怎么急救 医生指出村民接种的是莫德纳疫苗 为确保效用 团队需在为第一位村民注射后的六个小时内 完成所有接种工作 谢谢大家